哇咖啡菇 很多菇買的 六個六 買兩盒咖啡菇 回來煮菜也好 買兩盒咖啡菇 我是粵主也好 大家好 剛剛又在片頭看到我在街市買菜 買了一盒這些菇 這些是咖啡菇 六個六 大家都看到我買了兩盒 昨晚我煮了一個咖啡菇煮的海鮮飯 真的很好吃 吃了一盒 還有一盒在這裡 放了一天 質素差了一點 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咖啡菇煮的海鮮飯 其實用白蘑菇也可以 我浸了兩隻大袋子 兩隻急凍蝦 這些是很大隻的 已經解凍了 解凍之後 其實還要用鹽 拿去 為甚麼呢 讓它有一點 去一下雪味 清水解凍之後 用鹽拿去 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待會沖水就可以了 另外 我們用一點奶 大約用150ml的奶 差不多就可以了 先倒出來 另外呢 我們要拿兩塊芝士出來 OK 拿兩塊芝士片 當然有些碎芝士就拿碎芝士 我又沒有 準備一點 生飯 一個湯匙 多一點 待會要來洗 咖啡菇 另外我們要加一點麵粉 麵粉是這樣的 麵粉有一個程序的 好奇怪的 我有時用麵粉 用完之後 就把麵粉放在一邊 那你就糟糕了 生了一隻隻的 你知道嗎 我試過 所以 我跟著 以後 逢是用完麵粉 我都放進冰箱 當然不用放進冰箱的 那 綁住它 記住 因為有時候 這麼大包麵粉 我們用 不是每天用的 我們不是做西餐的人 不是做麵包的人 是的 大約用少許就可以 一個茶匙的麵粉 所以 麵粉的處理 有時候 我以前 拿了東西的 喂 現在這樣 放好 壓住它 放在一邊 是不行的 一定要放進冰箱 水果格 那裏 就可以常用常有 這些麵粉 無論是高筋 中筋 低筋 都好 那就 會 會 耐一點 不然 你拿出來的時候 全部都是一隻隻隻的 那些蟲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OK OK 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上一次 洗那個 基蟲籠 洗到我死 那些泥很多 那些菇 就不是很多 有個釘的 有些人有個釘都吃完 我們釘就這樣 撕掉就可以了 撕掉它 很容易的 這麼快就撕好了 喂 這些呢 如果大隻 手掌這麼大 三四十元 在麥田那裏 買兩隻 用來 放些芝士 肉 拿去焗 這些現在是小一點 這些是咖啡菇 這些咖啡菇 很簡單 放少許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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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 因為我待會要切 洗一洗 它也要積 先把魚乾淨 放少許麵粉 再把魚乾淨 洗乾淨 再和大家說 好了 那些菇洗乾淨 那些蝦又要用鹽 帶子 醃了它大約一分多鐘 讓它去一下雪味 其實就 喂 那些蝦很大隻 買回來的急凍的時候 已經去到牆了 所以不用管它了 帶子 輕手一點 很大隻 讓它瀝一瀝水 好了 現在我們先處理這些咖啡菇 這些瀝水 都不夠乾的 就這樣 用廚房紙 引乾它 首先我們先煎一煎 帶子和蝦 放少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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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少許 煮西餐 真的很奇怪 又要擺盤 又要吃 我們真是炸了 在這些 帶子蝦 用鹽醃過之後 我們要放少許粉 如果你想它脆 當然要放麵粉 不過放麵粉 會比較硬 硬一點 又可以加少許生粉 當時我煎蠔餅都說過 兩種粉混合 又有硬的感覺 又有脆的感覺 又有軟的感覺 所以有些朋友煎過都說 對呀 即是要理解 你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都是這樣 小小 不用太多 太多反而不會 即是令它乾身 好了 接著關小火 因為帶子 其實拖拖水煎 更好 不過不要緊 現在我用很小的火 放在兩邊 先煎一下 慢慢煎一下 煎一下 煎了一會兒 你會看到 它好像有點縮縮 的時候 動到它 動到它 即是說那邊是熟 那我們就再翻翻它 OK 不要太過 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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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縮水的 對了 好了 現在也是這樣 放在這隻煎得更好 OK 厚肉 放在前一點 再煎一點 又煎一煎 都是用心的 其實煎多幾隻 我又懶命 OK 再煎一點 差不多了 按一按它 OK 把它翻翻看 把它翻翻 小心 好漂亮 水彩地 正好 日式 去了日本餐廳 裝飾 OK 這個也OK 這個焦 這個不夠焦 開大火 先逼一逼它 肯定要先熟 否則又不熟 現在煎一煎 一會兒就可以了 要夾起來了 按一按 差不多了 夾起來了 乾淨一點 用廚房紙 這樣也可以 其實就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現在呢 如果有牛油 就放牛油 不要牛油 就放剛才的花生油 可以了 這些是 這些牛油在一田裡買的 這些是鹹味牛油的 最小火 對了 沒有火 對 開一下火 最小的火 因為很容易焦 現在就可以 喂 簡單 唉 你多爛 我整個砧板都拿來 放下去 放下去 好 現在就開大火 炒下去了 炒一下 放在一邊 放到最小的火 很多時候西餐會炒麵粉 我們都試一下 我們也是這樣 把麵粉 少許 倒下去 適合在這裡 一個茶匙 先炒一下 150ml 再加多50ml水 不要太少 這樣就不用太濃烈了 煮到差不多了 就可以了 軟化些菇 不要太軟 就可以了 好了 這麼多醬汁 不可以了 我們要加一點生粉餡 然後把麵粉餡都放進去 要吃鹽的 現在可以放進去 現在可以放兩塊芝士 因為我們沒有碎的芝士 不要緊 先放在上面 然後就要裝飯 要準備飯 就這樣 不要理會 關火 待會會融掉 美天光 讓它這樣受熱 如果有碎的芝士 當然要放在芝士 先關火 哇 你看我多厲害 拿一隻大碟 哈哈 算了 原諒我 OK 那現在就裝飯了 漂亮的就算了 哇 搞定了 喂 這兩塊芝士 就跟它放在飯面 讓它漂亮一點 好像很厲害 這樣 OK 這個也是用芝士汁 放進去 放好之後 就要放兩隻帶子 兩隻蝦 檸檬葉 檢綴一下 讓我先試一下 當然要試一下 飯和蘑菇 有芝士 有醬汁 這樣拌起來 哇 只有蘑菇 真棒 嘩 嘩 嘩 這個醬汁可以的 自己做的 不是那些罐頭汁 嗯 好吃 帶子和蝦 好 我忍忍去和我老婆 一人一邊 先吃 現在不要吃了 OK 希望大家都有機會 試一下我 今天用 中廚的煮法 煮西餐 簡單的 其實在家裡煮飯 有時 都做過幾個菜 真的很悶 都是這些材料 不如間中都變化一下 大家都開心一下 你另外一半 或者整個家裡 都有另外一種氣氛 希望大家喜歡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蘑菇飯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些幫我分享 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將這些羊肉 和羊蘭 開火 不斷煎 不用太緊張 它本身有味 不是 它羊粒很漂亮 看這邊 真是漂亮 好 我又買羊粒 一磅四十二 可以嗎